大家好 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来用一下Flip Go 主要是解答大家的一些疑惑 然后带着大家去上手连接一下 会包含了我们连接Pro版和我们的触摸版 小的一些Tips 那我们先从Pro版开始 会涉及到High DPI Display Link 大屏模式分屏模式这些概念 以及Bit Display等软件 会一一给大家讲解 大家可以看到 Flip Go 16 Pro的左边有一个按键 还有三个接口 分别是模式切换键 USB-C的DP视频接口 还有一个Display Link的接口 以及一个Mini HDMI的接口 首先这里要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DP-MST 也就是DP标准下通过一根线 连接两个显示器的功能 但是Mac它是不支持DP-MST的 所以我们设计了Display Link这个接口 去帮它实现一线连接双屏的一个功能 那Display Link的原理 可以理解为模拟两个虚拟屏 然后Display Link Manager 捕获了两个屏幕的内容 电脑编码后 通过USB把视频画面传到两个屏幕上面 对于Mac我们的建议是 如果要用大屏模式 那就连接上面的DP接口 后我们去切换模式切换键 把它切换成大屏模式 如果要用分屏模式的话 就用下面的Display Link的接口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点 如果说你通过其中一个接口 连接了电脑还有屏幕 另外一个接口就会成为充电接口 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面 我们这个电脑是通过了Flip Go 给电脑进行反向充电的 那如果在我们把电源拔掉的情况下 它的电量会被限制在10% 这是因为不同的电脑 包括不同电脑在不同的电量下 它的USB-C的输出功率不一样 如果不做限制的话 如果我们手动调整的过程中 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我们再把它的电源插上 它就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亮度 我们可以去点击侧边的这个OSD的按钮 我们去在里面调整一下亮度 如果说你觉得100%有点刺眼 那你就可以调到比如说 50% 40%这样 这样比较适合于正常的环境下去使用 因为100%的话 我们这个屏幕是有500尼特的一个亮度的 在插上电之后 就可以通过OSD或者说Bit Display 通过DTC去调整屏幕的亮度了 我们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通过电脑上面的控制 去可以去调整它这个屏幕的一个物理的一个亮度 那再提一嘴 就是我们的这个DP的大屏模式 它是可以切换这个分屏模式通过按键的 但是这个DP下的这个分屏模式 它是显示镜像的内容的 如果显示了两个桌面 那它就是分屏模式 如果说显示了一个桌面 它就是大屏模式 非常建议Mac用户去下载免费版的Bit Display 2 它为Philip Go做了适配 所以我们打开这个菜单栏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连接的是什么模式 比如说我们现在连接的是DP的这个分屏模式 其实它是镜像的画面嘛 所以我们在这边显示的就是Mirror Fill 那我们点按这个开关 我们把它切换到DP的大屏模式 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菜单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连接的是16寸的Flip Go 在Ultra Fill的模式下面 那Bit Display对于Flip Go有很大的帮助呢 就在于Ultra Fill的大屏模式 Flip Go在搭配Mac去用的时候呢 大屏模式的这个体验是很不错的 因为在安装了Bit Display之后呢 你就可以解锁更多的High DPI选项 我们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在原始的1280x1100的这个High DPI的档位之外呢 我们又多了12345 5个档位的High DPI选项 你想要在大屏模式下面利用两个屏幕内容呢 也可以用一些分屏软件去做上下分屏 然后去放两个软件的窗口 我们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把这个网页放到下面 把这个网页呢 全屏或者说放到上面 都是可以通过软件去实现的 那刚才也提到了Mac的分屏模式呢 是通过DisplayLink实现的 那其实也有个隐藏的好处 它就可以让没有两个视频输出接口的MacBook 实现连接两个屏幕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这一台M1的MacBook 那我们现在从安装到运行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在官网下载它这个DisplayLink的一个软件 要保持最新版本 那在下载的过程中呢 我们展示一下切换DisplayLink模式的一个连接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这个视频输出呢是连到了DP这个接口 那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视频线 连接到下面的这个DisplayLink的接口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视频的信号呢 连接到了下面的这个DisplayLink的接口 把电源连接到了上面的这个DP的接口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会发现 屏幕是没有内容的 我们需要等待会儿安装完DisplayLink的软件之后 屏幕才会亮起来 我们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安装的一个过程 你按照它的引导去安装这个DisplayLink的软件就可以了 输入你的密码 好现在已经安装成功了 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它就会亮起来了 不过呢我们刚才设置的是大屏模式 我们需要手动去按这个模式切换键 把它切到这个分屏的模式 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两块屏幕 都以一个独立的桌面去运行了 而且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个是M1的MacBook M1MacBook呢是没有多视频输出能力的 通过DisplayLink通过我们的FlipGo可以实现 那我们安装完成之后呢 其实还有一个要设置的就是它的这个屏幕排列 因为它是两块独立的屏幕 但是呢这两块屏幕呢又是组合在一起的 我们需要在这个电脑的这个显示器的一个选项里面 找到这个屏幕排列的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去按照指示去做一下屏幕排列 比如说这块屏幕呢是在这块屏幕的上面 那我们在这边做一下对应的一些排列 包括和内建显示器的一个排列 OK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屏幕的排列 根据物理的对应的关系进行排列 但如果说你连接其他的笔记本 或者说显示器使用的话呢 也记得要做一下屏幕排列 这样的话你使用起来才会比较自然 当然我们也会和Bit Display呢 去优化这个体验啊 可以等一下我们后续的一个视频内容 那因为DisplayLink的视频输出呢 是通过软件实现的 所以它会占有一定的性能 还有以下几个DisplayLink的问题 需要跟大家提前说一下 首先DisplayLink呢虽然有大屏模式 但是它是无法支持High DPI的 因为大屏模式的分辨率 它是2560x3200 不是一个常见的分辨率 DisplayLink官方呢 它没有做High DPI的支持 这也是为什么前面啊 我们建议Mac用户呢 用Mac大屏模式的时候呢 是通过DP接口去连接的 那第二点 DisplayLink的大屏模式和分屏模式呢 都不能通过我们的Bit Display 解锁High DPI的选项 也是因为它是实现原理的一个限制 那第三点 DisplayLink呢在Mac端呢 是不能通过Bit Display的DTC控制功能 去调整硬件的亮度的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先通过这个菜单 我们把它的亮度呢调到百分之百 然后我们再去通过用Bit Display 去调整它这个屏幕的一个软件的亮度 那DisplayLink呢 它是只能通过它的这个软件 在菜单里面去调整它的屏幕旋转的 如果你通过这个系统的 去找到它这个屏幕的一个旋转的话 你发现是找不到的 所以大家也要记得这一点 通过它的软件去调整屏幕旋转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屏幕横过来去使用的话 那第五点就是如果说你遇到了使用 DisplayLink模式 睡眠之后换不醒屏幕的情况呢 请私信告诉我们你的电脑型号 还有DisplayLink的版本 这是因为驱动和目前的你的MacOS的系统 有兼容性问题 我们会反馈然后进行优化 那Windows的笔记本连接FlipGo的Pro版本的话呢 会简单一点 因为它现在新的笔记本的USB-C呢 都支持DP以及DP的MST 所以你可以一线连接FlipGo 然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通过电脑的USB-C接口 一线连接 那我们连接完成之后呢 我们按这个模式切换键 去切换大屏模式 还有分屏模式 刚才默认是分屏模式 我们给它切换到大屏模式 那连接完成之后呢 其实你还要做一个选项 就是你去调整一下你屏幕的一个复制 还有一些排列的一些东西 那现在这个FlipGo的大屏模式呢 它是复制了电脑的一个画面 所以我们就要在这个设置里面 把它设置成扩展 这样的话你才能看到整个屏幕的一个画面 然后我们保留更改 同时呢 我们在调整完它的这个屏幕的分辨率 还有扩展的这些选项之后呢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这两个屏幕的相对的一个排列 跟MacOS上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点击应用 应用完成之后呢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拖动你的窗口 从左边到右边 然后我们依旧我们给它展示一下这个分辨模式 我们依旧是按这个模式切换键 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整这个屏幕 好 那我们同样的呢 需要去调整一下这两个屏幕的一个模式 保留更改 然后你 然后这两个屏幕呢 都是设置成了扩展的模式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上面去显示不同的内容了 3 2 1 3块屏幕 分屏显示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点击应用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要做的就是去调整一下它的屏幕的一个缩放 调整到合适的缩放 比如说150%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完整的去利用这个屏幕的一个空间 然后同时在这三个屏幕上面显示不同的一个内容 那搭配我们的几款支架呢 会有一个还不错的体验 当然你也可以在Windows上面的用DisplayLink去连接 我们只推荐不支持DPMST 或者说没有额外的视频接口的电脑 去使用DisplayLink的方式去连接 那HDMI的话呢 是因为它没有MST的功能 所以只建议大家用它的大屏模式 分屏模的下面呢 它是会显示镜像的内容的 HDMI可以连接Windows 还有Mac 还有其他的一些设备 也可以支持到一个高清的一个分辨率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FlipGo的触控板的一个连接 那触控板和Pro款最大的差异呢 在于这三点 第一触摸板呢 它是没有DisplayLink还有大屏模式的 那第二点就是触摸板 它是支持连接两个设备 当然最重要的啊 触摸板呢 它是支持触摸的 虽然说触摸板连接Mac也能用 但是体验不会很好 因为MacOS呢是不支持触摸功能的 我们是通过模拟无线触控板实现的MacOS下的触摸 所以你需要先把你的光标移动到对应的屏幕 才能实现触摸 另外的话如果说你使用的是Linux 也会有触摸屏映射的一个问题 这里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Windows用户进行讲解 我们就不过多展开MacOS还有Linux下的设置了 那我们首先呢先连接这个供电到上面的这个供电接口 然后我们再连接屏幕到这个我们的屏幕的一个显示接口 那针对支持DPMST的一个电脑 这个时候呢两块屏幕它就可以同时点亮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啊这个 呃屏幕它是镜像的一个效果 它是复制了同一个画面 这是因为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 屏幕的一个设置 我们把它从复制的一个模式切换到一个扩展的模式 切换完成之后呢 这两块屏幕包括这块屏幕呢 它们就可以显示不一样的内容了 同样的我们再去调整一下它的缩放 还有屏幕的一个排列 我们调整完这个系统设置里面的一个缩放 还有屏幕排列之后呢 这三个屏幕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虽然说我们可能桌面画面显示的内容 并只是一样的 那其实呢它们相当于是三个不同的一个桌面 我们给它展示一下 我们可以在三个屏幕上面呢 显示不一样的内容 而且电脑和屏幕之间呢 它只是通过一根线去连接 同时这个屏幕 它可以给这个电脑进行反向供电 那为什么要单独去做触摸屏的设置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 Flip Go它的双屏都是可以触摸的 那触摸呢走的是USB信号 屏幕的视频信号传输呢 走的是DP信号 如果我们不去做触摸信号 和屏幕信号的一个匹配的话呢 你就没有办法完整的利用到这两块触摸屏 那我们需要打开平板电脑的设置页面 按照指示去设置屏幕的触摸信号 那如果你电脑没有自带这个触摸屏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先输入WIN加R 然后我们复制这一段命令 那具体的这个设置的步骤呢 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一个设置的一个教程页面里面找到 我们也会把这个链接呢 放在我们的评论区 我们复制这一段命令 Ctrl C复制 然后我们在运行里面呢 输入这段命令 我们回车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平板电脑的设置 去配置你的触摸屏和屏幕的一个显示 我们先选择这个FlipGo A1 然后配置你的触控输入 如果说这个不是平板电脑的话 就点下一个 然后用手点这个屏幕 按回车下一步 然后再点击下面这个屏幕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触摸的一个设置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触摸的已经是启用了 我们可以通过触摸去控制两块屏幕 我们可以把这个窗口移动到下面这个屏幕上来 然后你可以正常的进行一些触控的一些设置 包括网页的一些滑动 设置完成之后呢 你就获得了一个完整的双屏可触摸的一个体验 那这里提醒大家一点 如果说你们使用HDMI去连接FlipGo的时候呢 它是没办法使用触控功能的 因为HDMI呢只能传输视频信号 那最后提一嘴 关于触控板的一个连接的一个部分 如果你的设备支持DP-MST的话呢 如果比如说是Windows的笔记本 或者说ROG R-LINE这样的Windows的掌机 那就可以一线直连 那如果说你的电脑是MacBook 这种不支持DP-MST的设备 那在电脑支持多设备输出的情况下呢 就可以连接USB-C加HDMI1 或者说HDMI1加上HDMI2的一个组合进行连接 那M1和M2的所有的MacBook呢 都是不支持双视频输出的 M3的MacBook呢 也需要合上盖子之后才能用这样的方式连接 如果说你使用的是M系列之后的M1 Pro 或者说M3 Max这样的一个高配的一个MacBook呢 用起来就是没问题的 接下来的话就给他展示一下 我们的MacBook怎么去连接触控板到两块屏幕 那当然你不一定要连一台MacBook 也可以连接两台设备到这个我们的触控板 同样也是经过这样的方式啊 USB-C1加上HDMI1 或者说HDMI1加上HDMI2的一个组合 那最后的最后呢 我们来提一下菜单按钮和USB Hub的一些小Tips 那关于菜单键 那按菜单转盘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OSD的一个按钮 然后短按电源键呢 你可以是一个返回的按键 上下移动我们的这个拨盘 就可以调整我们这个菜单的一个选择的框的位置 或者说去调整它的一个值 比如说屏幕的亮度之类的 那这个OSD的菜单呢 你通过按键去调整的时候呢 它会同时控制上下两个屏幕 不能单独的去控制一个屏幕的亮度 或者说一些对比度的信息 那最后一点关于USB Hub 这个USB Hub 它是需要你外接的电源之后才能使用的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期教程视频的全部内容 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发在评论区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账号 我们后续的视频教程内容呢 也会发布在这里